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多年以后 当我们的心被戒备和自私层层包裹后 我们才知道 年少的爱情总是那么简单 那么纯粹 十几年前 曾读到我C&D网友雨的初恋故事 令我印象深刻 下面就和您分享雨的故事 我的红帆来了 又走了 周六晚上 在海边 周围都是成双入队的情侣 在黑暗中 他想拥抱我 我却不知所措 结结巴巴地告诉他 我还没谈过恋爱 还在等待着真正的爱人 他像大人对一个孩子 只说我是一个傻孩子 却再没有挨近我了 我在心里感激他 觉得他对我很好 尊重我 爱护我 于是我对他又产生了一丝内疚 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个晚上过得别扭极了 我们俩进退两难 骑着单车 在小城里漫无目标地游荡 周日 是我们约定好的最后的晚餐 很早他就说过 要请我在一家最好的宾馆吃顿晚餐 也许是因为觉着西餐浪漫 我就说想吃西餐 于是临时找了家挺高级的西餐厅 那大概是我这一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西餐 他说什么 我根本听不进去 心里沉甸甸的 临别那一刻 我真渴望他能再攥攥我的手 再拥抱我一下 但是 什么都没有发生 他说我回北京的时候可以去看他 虽然当时我很年轻 也明白这种话是不能当真的 我几乎要哭了 只觉得心里很委屈 我明白 从此一别 很难再见了 晚上回到宿舍 我走来走去 心像被掏去了一块 充满忧伤 又跑回单位给他打电话 在空空的办公室 铃响三声 却震得我心惊 最后一刻 还是扣下了电话 对他 我还能说什么呢 周一上午 我上班却没有精神 电话铃响起 竟然是他 他马上就要走了 照片洗出来了 问我是要他从北京寄来 还是我现在去取 我说我马上就过去 桌上恰好有我托同事 好不容易买来的十个芒果 我还一个都没舍得吃呢 我想都没有想 就拎上了去看他 外面乌云密布 要下雨了 我不带雨衣 这样显得更悲壮一些 让他看看 我来到路边 折了两树花枝 放在芒果里 到他住的地方 我几乎湿透了 远远地 看见他撑着一把黑伞在雨中 我的眼泪 混着泪水流了下来 走进他时 我第一次注意到 他发端中有零星的白点 他给我照片和底片 其中有一张他的底片 站在海边的礁石前 是那天下午我给他照的 下午我接到他上飞机前的电话 谢谢我送给他的芒果 那是我最后一次 听到他的声音 那段日子里 在傍晚 我常会去楼顶 看着天上的流云 发一会儿呆 我也常常讥笑自己 你真是一个小傻瓜 我期盼的红帆 来了 又走了 当我轻轻地离开了你 让我回到我北方去 当北方雨是满天大雪 我会怀念遥远的你 在那寂寞入睡的夜里 我曾轻轻地离开了你 我曾轻轻拥抱着你 我曾轻轻拥抱着你 满天的繁星 无声无息 我曾轻轻拥抱着你 我轻轻轻地唱起了你 爱的记忆飘满四季 当春风吹干了你的泪滴 青春风 回往世入兴 青春风 回往世入兴 青春风 回往世入兴 谢谢您的收听 我是洪阳 欢迎订阅洪阳之声其他专辑 并且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 谢谢观看